各位,我昨天和大家看了教協的所謂的調查 調查是發出一個傳真的問卷給香港所有的中小學和特殊學校 那裏有1100多間,收回125個回覆 在這125回覆之中有七成,即大約是70多間的中小學校長是有問題的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因為第一,我相信校長也會跟大部分市民一樣 直至昨天《星道日報》將孫道小學的教案公佈之後 才知道到底被釘牌的教師犯了什麼錯 所以這些校長在未曾有這個資料之前 已經用自己的態度表示 當然跟他們自己本身的利益關係 就認為教育局做得不對 這件事已經是作為一個校長 以一個自己的opinion、意見先行 而不是以事實作為一個依歸 這是第一點 已經不適宜做一個高級的領導人 第二件事就是 現在他們仍然是支持教協這個做法 也都可以反映到他們本身自己的態度是有問題的 好了,我們知道現在有70多間 這樣就好辦事了 我希望教育局可以找出這70多間是哪些學校 然後派人進入學校裡 將學校裡的播讀老師和校長清除出去 讓香港可以回歸一個平靜、一個穩定的社會 至於第二個問題就是 在這次事件之中 除了編寫教案的老師被釘牌之外 教育局也對學校的校長和副校長等人 追究責任 予以警告 我覺得教育局真的太手軟了 在一家學校裡 校長是最高的負責人 當然還有校董會 但校董會不是一個 每一天在學校裡處理的 學校運作的事情的機構 他們只是做一個 控制學校再高一層的事情 所以每一天在學校裡的運作 其實就是由校長來負責 當學校裡有個老師 犯了嚴重錯誤 被釘牌的話 如果舉報這個事件 不是出自江校的校長的話 校長就有監管 適當的嫌疑 而是兼容許這些嚴重破壞 香港教育系統的人 這是兩個言言 第一個言言是 如果你自己發覺有不妥 你將這個提出 給教育局 去看看怎樣去追究 你根本有力 掌 應該的 但是如果被人舉報之後 發現有問題 而你自己不知道 也沒有做適當的處理工作的話 你就失職 完全失職 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不應該再做校長 在今天大衛Sir的節目裡面 史教授就說應該自動辭職 我們應該解僱 應該釘牌 如果學校裡面 有老師 在外面人的提醒之下 而被釘牌的話 學校的校長要負全責 釘牌 這個老葉的看法 因為 在現在這個情況 唯一可以救香港的 先先搞好教育 要搞好教育 一定要從嚴處理 大家 香港人最重要的是什麼 可以 和平這樣 很穩定這樣 找自己的幸福 一個動蕩的社會 不會有幸福的 一個動蕩的社會 可能 要流血無數 我們不可以容忍這些 發生 在學校裡面 學校最重要的責任 就不要讓 進來學校讀書的小朋友 是要減價 不應該讓小朋友 受到任何疏擺 使他們將來有機會 要去坐牢 這是絕對不能夠容許的 而這些這樣的教師 宣傳這樣的意識形態 完全違反了做教育的最基本原則 而學校的校長 容許這些教師 解釋這個存在 而且不是一年兩年 存在一段時間 我說 這個校長 一定要負存責 如果不幸地 在這間學校裡面 有同學 在這個老師的疏擺之下 參加了一些非法活動 引致要坐牢 我想家長應該從文事情序 控告這個學校 教唆他的子女 去做了違法的事 這是要賠的 這是一個很大的罪 我希望香港學校 尤其是老師那些 看清自己的責任 因為老師 是一個很高尚的職業 不應該容許任何人 破壞這個職業的神聖使命 所以我認為 為孫道育小學 的校長 應該被解釋 大家怎麼看呢 我現在 馬上 有一個很高尚的 你可以看